今天要賣紙包的啊 高雄市政府去年10月起 在奇京海景第一排推出 免代露營裝備就可入住的 奇京豪華露營區 游客自高雄搭乘20分鐘的渡輪至奇京 即可享受吹海風、烤肉和啤酒的露營樂趣 隨著疫情降二機 也吸引許多來自各地的親子公司聚餐旅遊 朋友相約前往入住 剛好疫情解封 我們就來帶他們出來旅遊一下 對 就是玩個兩天這樣 總比較不會接觸到別人的感覺比較安心 我們五月那時候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五月其實我們訂單都是全滿的 就是都是七十五張全滿 不管是平日假日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跌到零 然後到現在才慢慢的開始爬上來 如果現在因為是防疫期間嘛 那客人進來之前 我們會先開冷氣 開完冷氣之後我們會先再消毒 那如果是說客人不放心 我們會提供一個酒精瓶 營居業者請做消毒工作 竭力防堵任何的疫情破口 希望能讓旅客都能安心出遊 我們的實名就是每一個人都要少 只要有手機都會少啦 對對對 然後會督促他們在園區 盡量在外面互動走動的時候都要戴口罩 除了吃飯 對然後就盡量不要讓他們 假設他們有訂三頂嘛 那盡量是不要群聚 不要聚在一起吃晚餐 那可能是說他們是同一家人 那盡量是分開兩桌這樣子 疫情讓您悶壞了嗎 不妨來一趟旗津露營旅遊 走出帳篷就能看見台灣海峽 不僅能夠享受大自然 還能兼顧防疫 讓您安心旅遊 第九秋劍師 黃志玲 高雄報導